這個我玩的話會是攻略模式喔 全收集 評價的話 沒意外應該也是S啦 主持人們會賣了自己的心 幾個選擇 主持人們會賣了商人 快點錢 再加上我們 我們在政治上 一直在看 一直在準備 要面對敵人 走 這個是形象廣告欸 他們叫我們 Terror Save 這感覺像是那個決勝時刻的巨神公司欸 表面上是正派的公司 實際上幹的都是一些傻傻的事情 克雷爾 還是一樣這麼美麗動人啊 Moyra 歡迎來到 клуб 呃 報告 報告 呃 Ms.Redfield 當開始了嗎 剪判了 我們是好朋友 很久了 很久了 讓我給你嘴巴 Claire 可你呃 什麼事呢 有些事在 Washington 你聽到什麼嗎 什麼 新的疫苗嗎 來吧 你知了 Tricella的歷史 對嗎 你好 你好 那是BarryBurton的女子嗎 是的 Moyra開始了今天 但是你必須小心 如果你會說 Turrent她的父親 是的 對 對 對 好 你做了你的家 你做了你的家 什麼可惡的 隱藏的隱藏 你有在那裡 我必須看 Turrasafe 我們有敵人 無論如何 好幸運在她的位置 她不是一隻蛇 再見 呃呃 呃呃 你這次要做什麼? Barry 每次我問他任何事 他會把他押回 我會不會在這裡 如果我聽到他 話說巴睿是他父親啊 他居然直接叫他父親巴睿 可見的感情好像不是很好啊 看他又是超展開啦 怎麼回事 一群武裝份子突入了這個宴會裡面 對空名槍好像沒有要傷人的意思 歐依拉跟克雷爾 努比亞是兩個妹子啊 被抓起來了 手中還被靠了一個奇怪的手環 看樣子是在一個監獄裡面 手環的編號是02 目前是呈現綠色狀態 這個手環的顏色是有它的意思喔 現在是綠色嘛 綠色代表正常 然後橙色的話是緊張 紅色的話好像是突變的意思 遠方有那個妹子聲音 Moyra Moyra 哎呀一樣被抓到這裡啦 有人在監視我們 自動門就被打開了 可以注意看下Moyra的那個手環已經是呈現橙色狀態 所以她已經是獸金 呃 感覺怪怪的 呈現獸金的狀態啊 欸怎麼還是怪怪的 呃就是 成為恐懼驚嚇狀態就對了 這邊到底是怎樣啊 逛一堆奇怪的東西 呃 呃 靠 對不起對不起 當我沒講 不小心脫口而出啦 小手槍武安 欸不是安過了嗎 不要 趁我呈現獅子的時候 想 想胡亂我 那 倒是那個克萊爾 還是呈現綠色 狀況 良好 我們 被抓到這邊 不知道是幹嘛 可以知道這邊好像是一個實驗場 然後我們兩個是被實驗的對象 所以被帶上這個手環 欸 遠方有個妹子聲音 有喔我聽到 這個還為我們準備好武器呢 好吧 克萊爾負責拿刀 然後另外一個 拿手電筒 欸 有手槍子彈 我現在有手槍嗎 沒有 只給我子彈 不給我槍 什麼意思啊 我說 剛剛另外一個 妹子誰呢 這遊戲 不是 相當是一個人空兩隻角色 然後 角色 都有各自的特色 像克萊爾嘛 他可以 拿刀 拿武器 槍啊 另外一個 莫莉來的話 阿 喔喔喔喔喔喔! 你買了我 認真在講解 跑出來個慈喊 想幹嘛 那...剛才講到莫伊萊他就拿鎖電筒啦 他基本上沒有什麼攻擊力 他是支援的角色 至於只拿一個鎖電筒他怎麼支援呢 等待你們瞧就知道了 哎唷 克萊爾的手環變成橙色了 表示克萊爾也受驚了 讓人受驚了 就跑掉 要負責啊 哎 哎 對克萊爾沒興趣 要跑去追另外一個妹子啊 讓人受驚了 就想跑 怎麼不負責任的人 哎 小程挺快的嘛 然後現在畫面有點空空的 代表是受傷了 可以拿剛剛的綠巢補一下血 追妹子遊戲 這是剛剛那個被追的妹子嗎 那個殭屍呢 全身都是血 全身都是血 到底是誰那麼殘忍 就是那個殭屍嗎還有誰 這邊 被鎖起來了 這邊 被鎖起來了 只 只與無安 喔呦 這邊 又被掉了一堆奇怪的東西啦 欸 鑰匙 就是 知名的是 在遠端 監控著我們 完全正在耍我們的節奏啊 他一直引導著我們 前進的路啊 這是 要我們下去的意思 兇手才不是我 不要亂講 欸欸欸 有怪物聲音 跑掉了嗎 聽到鋪門聲音 欸 這個 BP呢 是 點技能啦 可以收集 點 一些有的沒的東西 這邊好像有點複雜欸 欸 到了到了 那個 吊著 鑰匙的屍體 在下面那邊 欸 你們看到那個圓盤沒有 那個圓盤也是收集藥術 可是 我們要有槍才可以拿到 旁邊有那破門聲音欸 欸 停下來了 小虎五彎啊 子餘五彎 終於得到槍了 那 鑰匙呢 鑰匙呢 鑰匙 不在屍體上 到這邊以後就可以切換角色啦 鑰匙被掉在上面 你不會自己射 還要我切換喔 都被動 唉唷 兩個門 變成綠色了 我們只能夠選一邊走 應該啦 呃 要全收集的話 必須得走這裡 靠 神奇 輻射光 照他 都冒煙啦 怎麼樣合作 他那個超強手電筒聚光後 可以把敵人給 集昏啊 趁這時候可以去鋪體術 我們來回撸他 不先撸不死你 雖然有槍彈還是省著點用 靠腰靠腰 被抓到了 被抓到了 好硬啊這貨 怎麼這麼硬 等一下 這是第一輪 喔 來支援的 這邊 第一輪建議是逃跑 但現在是要全收集啊 全收集都不能逃跑 必須得留下來打 呃呦 後面來了 點起來啦 點起來啦 靈敏度有點高 你們見諒一下 我這個靈敏度其實已經調到最低了 但我還是覺得很高 欸呦 想幹嘛 只有是平價的話 有三個啊 一個是 一個是命中率 一個是遊戲時間 一個是遊戲時間 另外有什麼 另外一個是 收集 欸 另外有什麼 忘記了 糟糕 遊戲時間的話 那個評價 你第一輪 看劇情的話 拿到S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啊 你要拿S 你必須要跳過劇情不看 收集要素 這邊有一個 必須要用那個 用妹子的 手電筒聚光照 才照得出來 卡夫卡的話 一共有六個 欸 評價第二個到底是蠻忘記的欸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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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快點 受傷了 走開走開走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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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不能練戰 直接跑 欸 被門卡住 走開 欸 神閃避 哈哈 蛤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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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算總算 然後到這邊以後 就可以拿那個 收集要素了 拿槍打那個圓盤 克萊爾篇共有四個 話說我覺得 背景好像有點大欸 你們覺得呢 你們覺得有點大的話 我可以改一下 這邊 得到一把 下槓 兩發子彈而已 有個少 喔 我想起來了 這遊戲 這遊戲評價跟他講 好啦 讓你們講 講完了嗎 這邊有第二個卡不卡畫 剛剛說到這遊戲 評價 時間 時間 命中率 跟另外一個我忘記的是 重來的次數 然後剛剛他們在講那個 莫伊萊 我怎麼把這 妹子的名字 唸得那麼奇怪 莫伊萊 她不使用槍的 所以她剛剛在這邊 找到一個鐵敲 她的武器就這個啦 你們別小看這鐵敲 看一下 欸有個綠草 那補一下好了 這鐵敲 針對那個 倒地的敵人啊 是可以秒殺的 非常神奇 所以這個時候可以 利用那個組合技 唉唷 前面有個 穿白衣的 小女孩 哇 這是神術 一下就不見了 至於這個 兩個人的組合技怎麼用 我等一下用 你們就看 看得出來了 NPC子彈是無限的嗎 子彈是無限的 但是會弱化 傷害會弱化 為什麼她不用槍呢 人家 任性了 她好像沒有想過 她好像沒想過 要把那個 手環拔掉欸 就一直 乖乖待在身上 你到底是誰 我漏掉了 第一個圓盤 好啦 這邊補上了那個 漏掉的圓盤 我們現在是要去拿齒輪啊 中間有的機關 你們剛剛有看到吧 那個金色齒輪 可是少了一個 所以我們要去找一下 欸 找到了 被卡在這邊 可是沒有電力把它激活 所以 現在目標變成要想辦法 激活那個電力 把齒輪拿到 然後再從正門激活那個機關 出去 NPC用槍不是要點技能嗎 是沒錯 我現在沒點啊 所以她不會用 啊這個開鎖方式也是蠻特殊的 你就找那個黃點 點下去 中間變一半的話 就代表是錯誤的地點 再換個地方再找 有啊有啊這裡這裡 喔這個箱子是雙重鎖啊 還要再解一次 啊有啦 終於打開啦 這是個手槍彈藥盒 可以增加那個背包帶子彈的數量上限 海鷹五彎啊 這邊的話再切換成 唉唷這把零件耳 來 這個零件啊 工作台啊 就是一袋就有東西啊 所以我就不多做介紹 殺傷力 但是給閃彈槍裝啊 手槍就算給他裝這個增加殺傷力 也不會差多少 趣味捲五彎啊 海鷹閃靈 黑暗七星 都五彎都五彎 然後第二個圓盤 在這裡 第一張簡單 第二張突然變很難 是嗎 喔喔這什麼聲音 閃彈槍彈藥 終於拿到有點有用的東西了 欸欸唷 喔唷 龍包槍啊 他那個頭上的龍包其實是弱點 打一槍就可以打爆了 不過我們不需要浪費子彈 只要使用組合技 就足夠殺掉他了 有沒有看懂剛剛組合技是怎麼 怎麼使出來的啊 末依萊先集混這個殭屍 然後 克萊爾 去把它踢倒 然後再由這個末依萊 去 地上補最後一槍 好不強啊 最後一個鐵槍 就可以輕鬆搞定了 一發子彈都不用飛 就可以秒掉一個 喔唷 這太近了 我剛剛miss了一個 所以 等一下可能需要抓 需要 需要 刷一下命中率啊 命中率好像90%以上 這樣才能夠得到S的評價 我剛剛miss了一發 有點危險 有空等一下再刷一下 欸 想幹嘛 欸 暈了 對啊 要一直切換 我手槍子彈不多嘛 你們看 主彈加倍彈也才能啟發而已 當然要省一下 這邊還有一個寶箱 但是他這個子彈是可以繼承的 第二輪的時候可以繼承 第二輪到就不需要這麼省了 不會暈嗎 你們說 你的意思是說 我那個 移動視角太快了嗎 讓你有點暈 就帶一個炸彈瓶 功能就類似手榴彈 好啦我盡量 盡量移動的和緩一點好不好 不要 讓這個 礦面移動太快 你們應該就不會這麼暈了吧 到這邊以後 要把電燈切掉 換成 克萊爾 然後漏掉的卡布卡畫在這裡 這裡 好啦 這樣子全收集就無上了 然後這邊 從這邊開始要蹲著走 電腦玩克萊爾他也會自己去踢 其實不會 要距離夠近他才會踢 所以倒不如自己切換 比較有效率 暗殺是可以秒殺 像剛剛前面我殺的這個敵人 是比較大隻 特殊的 就算用散彈槍打 也要打個司機發才弄得死 可是暗殺可以一擊斃 還是暗殺裡頭最適合我啊 這個需要鑰匙 找一下鑰匙吧 又一個炸彈瓶 現在炸彈瓶是 一人一罐 然後可以把 莫萊爾身上 包包的 子彈 給克萊爾 拿到鑰匙了 喔不會暈喔 好好好 那我就暫時是先依照我的 習慣方式 你現在弄那麼久 我們還在處於那個 要激活電力的狀態 這帶的普遍評價怎麼算 前面雖然有講過了 但我再講一次好了 評價是你通關時間 命中率 跟重來的次數 這三個來算 好 好啦 總算要激活電力了 這個就是激活電力的開關 我早就知道可以訓冤敵了 你現在還教我 你現在還教我 太慢了吧 欺負新手不會玩嗎 這麼慢才教玩家 怎麼用手電筒 眩運這個 怪物 第三個畫 然後地上那個閃閃發光的 必須要切換這個 木耐的視角 然後用強光照他 那個 隱藏物品才會被 被解鎖 天地激活了 這些陷阱人跟著被激活了 從這邊開始要蹲著走 慢慢走慢慢走 別急別急 聽到聲音就回頭 然後 開門開門 先繞跑先繞跑 那邊出了一個 比較麻煩的敵 麻煩的敵人 不想浪費子彈的話 就慢慢來 欸欸欸欸 過去 看到了 手電筒有電力限制嗎 有喔 有電力限制 可以看到他再重來一次 喔他被刷到後面 欸欸欸欸欸 你滅了 喔算了 不打不打 趕緊跑 剛剛有那個 有出現一瞬間的那個 可以按殺的選項 那這邊有錯過了 錯過就算了 我就不打了 直接逃 逃掉 中間也生怪了 這邊其實也可以不打 我們要回去拿那個齒輪 齒輪在這邊 然後我記得我剛剛路上 好像有撿到一個 零件嘛 來裝一下好了 射速啊 射速給手槍吧 因為散彈槍也就兩發子彈了欸 要什麼射速啊 非北夢五彎啊 哇 這是什麼 新劇啊 一堆針 拷問人的地方 走開啦 沒時間理你 別煩我 裝上齒輪 這邊是這關最難的地方啊 最難的地方 首先先切換成散彈槍 然後確保 兩個人 身上都有那個炸彈皮 先噴掉這 前面兩個 然後回頭 去轉這個機關 再換成那個木萊 丟手勒 再切換成克萊爾 開啟這個東西 那個是火焰噴射器 有沒有真的很忙啊 好 安全安全 只漏了一隻進來 沒關係 一隻不怕 用閃彈槍噴掉他 欸 兩隻都進來了 你妹啊 希望兩隻都進來了 三隻都進來了 然後這個時候再切換成莫萊去開門 再換回克萊爾 擋怪 他開門需要一些時間啊 他開門需要一些時間啊 進來了就槍 正常情況下是不會放進來這麼多隻的啊 這一輪比較運氣不好 一進來就是三隻 通常油火擋住他們是 比較衝不進來 除非是速度很快的跑家 然後旁邊有個高級零件 不過現在狀況我們拿不到 唉唷 都開都開了 可以走了 好啦一出來就有個卡夫卡的話 卡夫卡的話 可不可以 等到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在那裡 失敗 都閃得那麼狀況 誰是你 我想要解釋 我 我 操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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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駕駛員 你必須去Varsec 在那裡的生命開始 你以為我們要什麼? 不錯 真不錯 不好意思啊 卡不卡的話我漏掉一個了 而且我知道在哪裡 那個二樓黑黑的房間 撿到一個債要坪那個地方 我漏掉一個了 哎呀 討厭 我不缺藥草所以我不撿 這邊有個寶箱 哎呀我漏了一個卡夫卡畫啦 一故的講解真的是 忘東忘西 到這邊卡夫卡畫應該要五個人 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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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這樣也漏了一個 等一下用生存難度再來玩一次吧 各種漏 各種漏 都各漏一個啊 這是克萊爾專用的 現在衝得去來不及了 嗯 快速裝填的話給閃彈槍好了 可是已經撿過的東西 他就不能夠再撿啊 像那卡不卡的話 已經解鎖就不能再解鎖了 所以我把這個存檔給刪掉 再玩一次 這就可行啊 洗一分五安啊 而且硬幣我也知道漏在哪裡 不是硬幣啊 圓盤 圓盤應該是漏掉 屋頂上那個 你們願意給我機會嗎 刪掉重來 我的工作人員和我 都被捕掉到這裡 抗我們的願望 我沒有在哪裡 我們有這些 瓦子瓦子瓦子 而且這瓦子瓦子 在跟我們聊 某種類的猛獵 都殺了其他人 拜託 請救援 拜託 是個 孤島啊 是舊孤島 全S 全S 我就漏掉兩個收集瓶 這邊 這瓦子瓦子